今天是2024年4月13日 一連四日在香港會展有 INNOX香港國際創科展和春季電子產品展 跟大家展示出各式各樣的創新科技方案和產品 除了有各大政府部門去展示他們最新的科技應用之外 就連月球車都有得展出 認真厲害 而我們今早就立即入場打了個轉 跟大家找出最佳、最吸引、最有趣的產品 這一條片,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好東西了 我們第一件產品是來自深圳AI VoiceTag的AI錄音機 它本身是一個細小的正方式裝置 擁有MagSafe的磁吸功能 可以吸在iPhone的背面 按住中間的錄音鍵就可以進行錄音 錄音完成後就可以經藍牙連接手機聽聲 也可以利用AI的功能將聲音轉發為文字音稿 更進一步的可以使用ChatGPT-4來整理音稿 成為一篇會議紀錄等等 有那麼厲害的AI錄音機 又如何少得機械人呢? 來自Albo Robotics Technology的協作機械人 可以取代咖啡師的雙手 用平板選好飲品之後 就懂得自己拿杯打奶 沖出一杯熱鬧鬧的咖啡 而且還懂得拉花 你看這個拉花 認真不錯的 鹽沖咖啡太簡單? 那麼機械人按摩你未見過了吧? Albo他們在協作機械人上面 加入了一個鏡頭和按摩圓球 令他成為比按摩耳更強 更精準個人化的按摩高手 當用家平躺在床上面之後 協作機械人會先用鏡頭拍得用家的背部 再規劃路線 然後利用按摩圓球去按摩 除了預設的模式之外 大家都可以自己控制力度、熱量和時間 我們的同事就試了 覺得力度一流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在香港見到呢? 接下來就是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的電動助力手推車 聽過名字 你是不是以為它只是普通用電推動的手推車呢? 如果你是這樣想就錯了 因為它勁就勁在 它懂得測量手臂物料的微細變形度 透過AI控制器 以每秒100次的頻率 計算出當中所涉及的扭矩力 利用車輪所連接的兩個馬達 將扭矩力倍增 控制手推車的轉向、前進或後退 用的時候 不會只是向前的動力 而是好像手推車一樣 幫你將寵物升起了 只要輕輕一推就可以移動 真是十分之神奇 LSCM也有展示它們的研發 並且是在東沖六個路口運行中的 智能區域交通控制系統 利用鏡頭、感應器及演算法 根據實時的交通狀況 而調整交通訊號的時間 與傳統的交通控制系統相比 它能夠更顯著地減少車程延遲的時間 及縮短車輪的長度 講起東沖 運輸處亦都將交通燈號調節系統搬到來展場 好像我們的測試 行人只要走到交通燈前面 系統就會最快在十秒之內 將行人過路燈轉為綠色 它是透過安裝在路口的感應器 根據行人及車輪的分佈 去分配紅綠燈的時間 消防署方面 亦都展示了它們的室內定位設備 與我們手機所利用的GPS 或筆斗衛星系統不同 它們是利用著在消防員腳上的感應器 去計算消防員的行的方向、幅度 從而去繪畫出消防員在火場裏面的移動和位置 由於是通過消防員的步伐去測量 所以無論是東南西北 或是向上、向下 都可以清楚地計算出來 考慮到火場裏面 未必可以那麼容易將訊號直接發送出去 系統是會利用Repeater 將訊號一個接一個傳出去 或是利用4G將訊號在窗邊之類的地方發送到互聯網 再連接外面的監測器 看展覽除了可以吸收新的資訊之外 其實都可以玩的 恐目工程托展署 將即將員工的粉嶺繞道東段 真實地做出來 再配合賽車遊戲的軚盆和座椅 在現場讓大家真實地試駕一次 看看公路的出入口 和得知周邊的環境和建築物 不懂駕駛的 可以玩在AsiaMotion eSport Limited的eRunning 他們將跑步機結合遊戲 在模擬的街景裏面跑步 需要避開一些障礙物 以及加入道具和觸察的遊戲 提供生命的娛樂方式 讓大家在跑步的時候可以更加有動力 如果在展場裏面走到累 可以試一下這個狠慶科技的行走助力機械人 他連電池也只有2.4kg重 穿上了之後 可以幫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提供助力減輕負擔 最大的速度是每小時11km 一粒電池也可以續航大約2小時 適合身高1.5-1.8米的人士 穿上去的感覺非常有趣 剛剛開始走的時候會有點不習慣 但多走幾十步就會覺得走路很輕盈 自己好像沒有了重量一樣 他除了走路之外 也可以調轉做重力訓練 令你走路更加重 或者在腳傷之後做復健的作用 最後跟大家看看來自LipPad的電動輪椅 他們今次展出LipPad Power的新版本 輪椅可以上樓梯之外 也加入了更多的配件 例如吊鹽水的支架、儲存袋、遙控器和APP的支援等等 LipPad Mini外觀上也更加像一般的電動輪椅 但它有極小的回旋半徑 前輪可以左右移動 方便輪椅人士在狹小的空間內活動 提提大家 INNOX香港國際創科展和春季電子產品展 是在4月13至16日 即是星期六至星期二 於灣仔會展舉行 記得去現場看看 是免費入場的